《闽江学院》 《闽江学院》 《闽江学院》现在已经是过去的样子 但是办学方向一直是沿着过去的路走的 我看了这个展览以后 我得出这个结论 我那几句话 我也都忘了 你们都或者写在那 不求最大但求最优 符合社会的需要 就是这样 我现在在全国我就是推这个东西 我说了一个什么叫职业啊 什么叫研究型啊 什么叫应用型啊 绝阶段呢 就是培养那些最基本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呢 是最适应社会需要的 我看了一下 现在你这个门类很多 不是过去那个米江大学 才几个专业 个位数 现在是六十多个 很好 文 理工 艺术 什么都有 好像就是没有医学 不要搞那么多 搞太多了以后 什么也不是 你看那现在大学 把什么全包进来了 我说你们这 你们拉得动吗 你费尽死了 你这个书记校长 这个蛋球最优 办好米江学 我总是啊 到任何大学我都是 希望我们的大学生们 你们这好几代了 你看我一想 我说我九零年 在这当大学校长 那会儿的学生 现在都过五十了 是不是啊 你们这又是 第几代了 但是你们这代啊 很厉害 很重要 为什么呢 你们就是要 2050年我们 第二个百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实现 也就是更加靠近 或者那个时候 就实现 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个 责任在你们肩上 所以我说啊 这个学生们就是 好自为之 好好努力 好好学做人 好好掌本命 最后为建设我们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现代化强国 做出你们的历史性贡献 当然在这里我也是 希望同学们 身心健康 得志提美劳全面发展 最后呢都能够 学成文武艺啊 毕业之后呢能够很快的 为国家做出贡献 做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人 也能为你们自己的幸福生活啊 打出一片天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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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